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川普9日透过推特宣布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培被撤职 由国家反恐中心米勒暂待国防部长职务 川普说 米勒将代理国防部长 以获得参议院一致通过 立刻生效 埃斯培已经被解职 我要感谢他的辛劳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拒绝对此事置评 NBC新闻早先的一篇报道称 埃斯培已经准备好了辞职信 不可避免地准备与川普政府分道扬镳 埃斯珀与川普的观点经常有不同 他在今年6月对记者说 他不支持援引反叛乱法 这项1807年通过的法律 允许川普部署现役美军 以应对全国各地 针对警察暴力的抗议活动而引发的内乱 埃斯珀说 不仅是作为国防部长 而且作为一名前士兵和前国民警卫队成员 我认为 选择使用现役部队充当执法角色 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 只有在最紧急和可怕的情况下才行 但我们现在不是那种情况 他一直强调 我不支持援引反叛乱法 由于川普和埃斯珀在动用军队平息抗议方面有着巨大的分歧 川普目前对美国大选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存在质疑 不少川普支持者上街游行 目前 美国大选票数仍在统计中 不知道等结果完全出来后 川普是否会承认败选 美国是否会爆发游行 川普先开除这名不支持援引反叛乱法的国防部长 不知是否在为后续的行动做准备 据香港媒体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9日宣布 再制裁4名内地及香港官员 理由是因应香港国安法的实施等行动 港媒称 美方制裁的4人包括 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 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州 警务处副署长刘次慧 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贵华 美国国务院宣称 内地及香港官员持续通过基于政治动机的拘捕行动 剥夺香港的自治与自由 美国务院还声称 以上4名官员与实施香港国安法有关 威胁香港的和平安全及自治云云 今年8月7日 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 以所谓破坏香港自治为由 宣布制裁11名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香港特区官员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日表示 美方有关行径公然插手香港事务 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强烈谴责 他说 针对美方错误行径 中方决定即日起 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 美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克鲁兹 霍利 科顿 图米 联邦众议员史密斯 以及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韦 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 人权观察执行主席罗斯 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实施制裁 据台湾联合报11月9日报道 最新消息传出 台海军司令部证实 美国海军陆战队抵台 9日起连续四周 将在高雄左营军区 交授海军陆战队 两栖特勤中队 有关突击州快艇渗透作战课程 这是台湾与美军军事互动 因新冠肺炎疫情管制 中断七八个月后 首度恢复运作 预料美军各项在台小部队操演 渴望据此模式 鉴刺恢复举行 台海军司令部称 此案属例行性的 台美军事交流合作训练 希望通过美方机动 辅训小组经验交流 提升海军陆战队 小艇作战能力 美军辅训小组教官 均遵照台卫福部防疫政策规定 抵台已先至防疫旅馆 进行14天检疫 台美刻意炒作和放大 美海军陆战队教员来台 是心虚的表现 一方面 想在特朗普有可能败选 无法延续过去一段时间 华盛顿激进对台政策的时候 凸显台美关系依旧特殊 另一方面 也是企图向大陆发出 美军会救台军的信号 民主党可能不会像共和党一样 卖这么多传统武器给台湾 就连台防务部门下属的智库国安院 也发表初步判断 未来类似特朗普此种意外惊喜式的 武器出售案将会被放弃 中时电子报撰文称 最近几个月 民进党当局为了充当特朗普政府 对抗大陆的棋子 不惜在美国大选中压单边 堵特朗普能连任 并继续遏制北京的政策 民进党连美抗中政策 令许多绿营人士期待特朗普再干四年 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 今年1月 蔡英文就职典礼前 播发美方贺词的视频时 刻意删减了民主党人士的祝贺篇幅 而放大共和党人士的祝贺片段 所以蔡英文现在只能怪自己短视 甘当特朗普政府反华的棋子 到头来因为树倒湖孙散而将被抛弃 专门记录军事飞行器动态的推特账号 《飞机守望》11月9日发布消息称 11月8日 美国空军从关岛安德森基地 出动两架B-1B战略轰炸机前往南海 期间还一度飞进了南沙群岛 根据飞机守望公布的飞行路线图显示 这两架美军B-1B轰炸机 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后 向西北方向飞行 途经巴士海峡进入南海 在南海上空先向西南方向飞行 再向东南方向飞行 途经巴拉巴克海峡 苏陆海 苏拉威西海后返回安德森空军基地 与此前频繁在南海出没的侦察机不同 美军此次派出的是B-1B轰炸机 该机型能够挂载核武器 具备超音速突防能力 威慑意味更浓 对于美军近期在中国周边活动频繁等情况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笑 此前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近期美方加大对华挑衅施压力度 对此我们的态度清晰明确 一是反对 二是不怕 美方一些政客为了一己私利 极力破坏中美两国两军关系 甚至妄图制造意外事件和军事冲突 这种行径 致双方一线官兵生命安危于不顾 致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于不顾 致世界人民和平诉求于不顾 是极不得人心的 中国军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坚定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 我们奉劝美方一些政客认清现实保持理性停止挑衅 推动两国两军关系回到正确的轨道 环球时报指出 从现在到明年1月20日新总统就职还有70余天 在此期间 中美关系可能面临不小的风险 川普会利用在任上的最后两个月 固化自己任期内的各项政策 防止未来其被拜登政府逆转 其中也包括对华政策 因此蓬佩奥等官员很可能将利用这段最后的机会 继续破坏中美关系 有分析人士警告 如若川普败选 不排除他会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最后的疯狂 孤注一掷 以挑起与中国大陆冲突来为自己争取时间或拖延新总统就职 如此一来 中国大陆将如何应对 大陆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对此表示 大陆近期对美外交风格已十分清晰 即不与美走向全面对抗 但施压一定会迎来反制 中国大陆在此之前对美方的制裁所寄出的几轮反制措施已示出明确信号 大陆会依照自己的利益和节奏决定对美政策 而不会因美国内议程而改变 中国南海近日传来两个重要信号 第一个信号 根据央视新闻11月7日报道 中国空军尖机机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新记录 当日清晨开始 尖机机连续飞行了足足十个小时 远超过之前的8.5小时 这样的飞行计划至少说明了两点 一个是 中国空军完全有能力对南海地区实现全覆盖 第二个是 中国空军的准备工作已经完全接近实战化 第二个信号 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近日从北方南下 目前正停靠在香港 这里离南海的距离十分相近 此次南下 辽宁舰是为了参加香港回归祖国 即解放军进驻香港20周年庆祝活动 并借此进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南海阅兵 南海地区有中国的航母 有翱翔天空的尖机机 以及不断新增的优秀飞行员 这些都是中国以前比较落后的能力 如今却已经焕然一新 美国无论是谁当选总统 都无法改变中国的不断崛起 我们可以少点对特朗普的刺激 但是也绝不能因此放松警惕 南海地区尤为关键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